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这个展厅有车 但这个车不是我的 我订的是个骑士版 你知道吗 上个月比亚迪交付16万辆 当中有2万辆是海豚来的 最关键是什么 就是这个海豚里面还不包含我这一种 等了4个月都没有等到海豚骑士版粉色的人 哇 你就知道整个竞争挤得有多厉害 所以真的不得不佩服啊 现在比亚迪真的开了一个好头 DMI系列是第一炮 第二炮就是这一个海洋系列 这个海洋系列你真的看 这个设计会让你觉得有想去买它的冲动 然后再看一下它整个电号上面的管理啊 包括它整台车的续航的水准 你觉得还有可以买 所以真的等了好久 等到我现在心都快炸了 但今天不是过来看这个海豚 我们看另外一台海洋系列 有没有非常受欢迎的车 就是我们上次去拍的这一台海豚 其实上一次我们拍的那个呢 是550公里的标准续航版本 然后那台车可能看起来 那个配置会比较素啊 今天过来看的主要就是这一台 700公里超长续航的版本 550公里跟700公里 就听起来可能就是电池 从61度变成82度这种感觉 但实际上呢 这个车的架构呢 跟标准续航还是不太一样的 首先你会发现这个电机 原本550公里那个版本呢 它是150千瓦的电机 就其实150千瓦我觉得 7秒到8秒之间的一个百公里加速水平呢 开台电车来说是非常舒服的 你不用说担心我的电门没控制好车窜得很快 你看你有种眩晕感觉不会 7-8秒是最舒服 所以我觉得标准续航也有它的好处 因为四驱性能版呢 它其实是多了一个异步电机 让这台车直接推到3秒8 就子弹的那种感觉 特斯拉M3P这样 差不多类似那种感觉吧 但这一台车呢 我觉得长续航好像感觉更吸引 因为很多人可能买了一台电车 最担心什么续航里商 而这台700公里超长续航的版本呢 它的电机是230千瓦 然后它可以推到5秒9这样一个水准呢 车够快对吧 最有意思是什么呢 就这一个轮胎 它是直接写在配置表里面的 它是一个19寸的马牌 SPORT CONTRACT 7来的 里面藏着一个四活塞的凯铁 最有意思是什么 就是一台原厂车里面 这个价位 你看到它是一个打孔叠来的 这个看起来就很烂窄的 有没有那种感觉吧 写在配置表里面呢 我们之前试的那个550公里 标准续航版本呢 这个是没有了 轮胎要稍微小一寸 但这一个轮胎的规格呢 就是跟那个性能板是直接对齐的 所以说这个呢 其实跟性能板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取向 就性能板多了一个一部电机 是一个四驱车 但是这个呢 是跑续航的版本 它就是一个后驱的 可以做700公里 大家都是大电池 80二度电 而且还有一个不同的 就是我们上次拍的时候呢 这个尾箱没拍到 因为需要来到这个长续航的版本上面 才会有这一个电动尾门 好不好用不要紧 最关键是要有仪式感 好这个车机呢 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定装的状态 因为上次用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用起来还算是比较流畅 然后空调用的还比较冷啊 但这一次定装以后 我发现其实它每一个功能的执行都很快 就我的极客001 我们换了8155的车机 我觉得快了很多 就从一个不好的体验 变成一个比较正常的体验 你就觉得很满足 但这个你用了之后 你就觉得哇 真的是顺的 你明白吗 就包括语音指令 你要执行开窗关窗 然后你要调空调什么的 一下子就过去了 你好小迪 在呢 打开右边车窗 右侧车窗正在打开 你好小迪 来了 帮我旋转一下屏幕 好的 你好小迪 来了 附近有什么充电站 就你用着很顺手 而且它用起来那种逻辑呢 就很像是手机 你可以装各种APP什么的 所以这个车机是真的是我喜欢 而且还是一个5G的车机 速度是够快的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 这块屏幕有些可能不太习惯 就这个屏幕很大 这个就很小 好像不等比 就要一整片 屏幕墙可能你才安心 但实际上我觉得 这个东西就是看我们娱乐画者说调导航什么的 这里其实只要显示车辆信息 OK 但实际上这个我打开以后 我发现这个跟我们当时试装的还有点不太一样 这里面可以全屏去投那个导航的系统 而且用起来还是跟这个匹配一样 就是两个用起来都是流畅 所以我觉得这个未必要大才行 前面还有个HUD呢 我们之前试那个550公里标准选版本 它是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现在三组投影的屏幕让你去看的话 就觉得是舒服了 所以这个配置的感觉还挺好的 而且这台海报呢 所有的版本上面都会有两个平板 让你去无线充电的 这个我很莫名其妙 当然它可能会觉得平全吧 就是副驾也可以充滴也可以充 我觉得OK 然后搞怪什么 我在这里发现一个充电口 我本来想着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问了一下他们说这个是那个配置来的 就是给你配一个K哥的麦 你上完不用的时候插在里面充电 所以你想用随便取出来 就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手枕挺有质感的 每一档都是可以定舒服 还有个配置我是没想通的 就是这里杯架下沉 它这个配置而且只有主架有 这个两个下去就好了 所以这个想不通 但沉下去确实会变得更加的好用 至于储物空间的话 其实这台车我觉得它不是特别强调这个东西 它想着其实买海报的人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储物需求 所以基本上就能满足我们日常 可能就真的是手机钥匙钱包齐了 都摆在这就OK了 所以你要说它要摆很多东西呢 不会 但是你要摆一个奶茶咖啡呢 它才是能满足的 这里面其实空间还挺大 除了放抽脂以外呢 还能放很多东西 反正整台车你坐在驾驶位 第一得到的感觉就觉得 这个车是讲设计感 比亚迪真的从海豚开始到海豹 都是给我们这种设计上面的好感 这台车呢因为配置稍微高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有个疲劳监测的摄像头 同样这个摄像头呢 虽然它不是拍照只是监测 但它还给你留了个盖子 物理关上就跟关窗帘一样 你说屏蔽还不我看得见舒服 所以这两块是让你们觉得安心的地方 我去后面看看 虽然说这台车的后排不是海豹想强调的 什么空间这个东西 但实际上你看到我一巴坐在这 前面是我开车的位置 就是这里坐着 坐链首先够长 而且整个靠背的角度呢 我觉得是舒服的 重点中间有个手指 所以后面我觉得 坐起来的感觉不会差 而且头顶有一整块天幕 这里看起来看样感很好 这是视野上面得分的地方 要说那个可变的天幕呢 去到顶配你才能去选 从视觉效果上面非常棒 很开扬 然后你坐在这 哪怕它是一体的座椅 让你觉得有点碍视线 但实际上旁边的通透感很好 所以坐后排是舒服的 而且这一台700公里的长床版本呢 这里呢还有个220V的电源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接一些外接的电器设备的话呢 这里可以接 而且比亚迪最爽什么呢 就是它有个反向的供电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作为移动电站 就我们现在不是很流行去录影嘛 我在外面要用到电的时候 其实这一台车可以当一个大的充电宝 就不用我们再花钱去买什么东西去供电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就比亚迪开了一个好头 不是很喜欢这个东西了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过 标准续航跟长续航和性能版 其实它们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架构 不是说电池大小的问题 连两台车的充电效率也会不一样 标准续航那个最高的充电效率是101千瓦 而这一台长续航跟性能版的都是150千瓦 所以充电会变得更加快 如果你附近是有一些充电比较快的电站的话呢 选这一个版本不单只是续航里程做的更好 而且它充电还会更快 未来充150千瓦我觉得不是大问题 所以能快当然是快了 其实这一次主要的目的呢 我们就想看一下量产版的海报到底怎么样 因为很多人订了车就好像海豚那样 都挤在一块了 上一次我们看的时候 那次会有一些小的细节没做好 我不知道量产的做工交付怎么样 现在看的状态我觉得还挺满意的 就细节会让你有动心的感觉 这台车就对了 然后这台车呢可能跟我们平时理解的说 我要更大的空间 我要这台车更加体面 会有很多智能的东西 其实这台车可能卖点不是这样 反倒是你看一下它后驱这样一个布局 还有性能版的出现 有一部分信息其实告诉我们 这台车可能会定调偏向于自私车 我想开的舒服 我想开的爽快的那种车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这台车开起来怎么办 因为比亚迪做了一台后驱的电动车 而且是他们的第一次的作品 哇 海豚有好感了 这台车会不会真的做成一台很运动的车呢 位置速 当然更快的就是让我开上这台车 说什么 那是个小小小小小小的颗 还在这台车看的 好感觉 好感觉 是 也不错 也不错 送个小小小小小小